爆出性骚丑闻 民进党新竹市党部主委 也是议员 陈建民遭直击 日前在联欢酒会上 疑似因为酒醉 出手搭住女歌手张涵雅 看似性骚扰 大庭广众下 陈建民先是靠过去搭着女歌手 当时两人背对着观众 陈建民疑似还弯腰 想要强吻 女生一阵闪躲 还直接逃开对方的怀抱 旁边的男性甚至想要帮忙阻挡 确实是极为不礼貌 强拉然后又整个的脸都臭上去 公然大拉拉的 有这样子非常不雅的动作 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 你看得下去吗 大家看这个影片 难道不觉得也是毛骨悚然吗 很多新竹市的地方人士告诉我说 陈建民酒后事态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地方对他这样子的行为 是多有怨言 有蛮多其他的受害者 他们是比较不敢站出来的 女歌手也是议员吴国宝的太太 陈建民声明 自己酒后一时失态才有肢体接触 女歌手则说 自己和先生还有当事人很熟 当下没有感到不舒服 他不想把这事情搞大 或者他心生恐惧 而觉得说想把这个大事化小 可是民进党难道你也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吗 以后是不是民进党党中央 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如法炮制 民进党中央表示将启动性评调查 从党中央到地方 执政党性骚丑闻不断 重创形象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台被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